今天來的餐廳叫做新蘭香角 在我這個城市Missusaka開了差不多幾十年 應該好像轉過一兩次之後 過去的20年都沒轉過 現在就給大家看一下它現在的午餐 它的午餐是挺划算的 9.99元 連湯和送一個奶茶或者咖啡 凍飲以另外加錢 這個選擇也挺多的 大家有沒有見到 是不是不錯 很多選擇 它的食物有時候好 有時候就一般 某些食物好 有些食物一般 我上次來過試過 牛河就慢慢 牛河很硬 所以說有時候好有時候不好 所以如果你萬一來試那天不好 不要怪我 好 剛剛呢 家人出來吃個午餐 以為呢 好像怎麼知道 現在呢 這間餐廳還有一個 就是午餐特價 在米地 才只有9.99元 一份餐 連湯連茶或者咖啡 不錯 試了一個特價午餐 這間茶餐廳呢 就跟所有加拿大茶餐廳一樣 你叫的餐呢 就是有一個湯 通常就是羅宋湯 或者忌廉湯之類的東西 來的 對 今天這個湯呢 新鮮是新鮮的 不過呢 很清淡 太淡了 沒有那種羅宋湯那種濃厚的味道 或是新鮮鍋的 或者 如果放得了 some nice 另外呢 這個扯葉是當然放得很辣呢 gotten 我記得它的味道 很多 vraag 今天都拿出來的 不要像那樣辣 不知為何呢 因為大部份的浪宋湯是不是辣的 或者這個徐宗義呢 那我家人他就叫了一個 菠蘿牛肉飯 他喜歡甜甜甜甜酸酸 因為剛剛起床了 所以口齒不清 挺送飯 剛剛起床這些人沒什麼胃口的 也有很多材料 9.99 除非你很大食 一般普通人肯定吃到夠 肯定飽了 那我是不是跟你說 如果你公司或者家附近 是有這樣的茶餐廳 那你當然去這些茶餐廳 好過你去那些 food court 或者快餐延鎖店 吃那些又貴又不是 又吃不飽又不是那麼好吃的東西 這一個就是我叫的生抽炒米 就像我經常跟大家說 雖然說是一個生抽炒米 每一間餐廳都有點不同 那或者它的材料是偏重於某一類的東西 多雞蛋或者多蔬菜或者多蝦 有些放在叉燒 有些放在雞 都可以任他 那當然呢 除非有些是很傳統 學院派那些 就照觸好 就是照觸那個規矩 是什麼材料的 生抽炒米 但是好像我們一般人 無所謂呢 只要你的料新鮮 炒得夠樂器 就OK咯 這個是我的生抽炒米了 就連一個湯 一杯奶茶或者咖啡 九個九毫九 未算稅 未算小費 這個呢 就是我其中一個 兒子 叫的 焗豬扒飯 不過呢 他不想吃那個甜酸 東西 因為他吃的太多了 所以他想著 就改到白汁 焗豬扒飯 因為一般來說 都是吃那個番茄焗的 但是吃的太多了 我拍到影片很多次 所以我都沒有叫到 這間的食物呢 水樽一時都算不上 所以我覺得很少來 上一次來 差不多是番茄的 剛才我剛剛吃這個 生抽炒米呢 覺得呢 就不夠辣 沒有什麼味 拿來的 生抽炒米始終有些 少少辣 是不是 現在吃了下去 一大部分之後 發覺突然之間 辣到嘔血 嘩 嘩 我告訴你 這個廚師 要麼就是 很喜歡下辣 要麼就不知道 有沒有搞錯 他不懂得控制這些東西 但是根據我自己的感覺 和經驗來說 就是他不懂得欺騙那個辣度 還有炒得不好 如果炒得好 如果炒得好 怎麼可能會 拿上面的東西炒出來 沒有味道 不辣 直中間一大塊辣 在這裡 所以 這間餐廳經常說 一時好一時不好 但是我 三十三 六個月前來過 那些東西又很辣 今天也是這樣的情形 肯定是同一個廚師 我想我也是要半年到一年後 都不會再來這裡 因為 是一個午餐特價 所以東西比較小 但是雖然說是小 但是都很夠你一個人吃的 好像我吃了那麼多 我吃不下 那當然 有幾個原因吃不下 第一 就是我剛起床沒多久 一向你剛起床的胃口 是不太好 第二 它的東西炒得一般 它的味道不太好 所以你就 沒什麼胃口吃 即是如果好吃的話 你肯定一整碟都會清掉 是不是 吃完飯 這樣就 上奶茶 今天外面 雖然只有九度 但是 冷到不得了 因為又很大風 很大風 所以喝回熱奶茶 是很舒服的 我就沒有叫到 凍夜喝 夏天 就會叫凍夜喝 但是冬天 就叫熱 我這個兒子 剛剛吃完 那個午餐 有什麼評語 我評語 那些醬 牛肉都亂 醬 醬 不是混合得很快 我覺得 有一點點不合適 加上菠蘿 不過OK 70分 70分 OK 我想我兒子的意思就是 他跟我說的 我那個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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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 發得不夠 雲 就是隨便 隨便 無心製作 或者是 幫取 製作 如果你現在 正式 大取好的師傅 你怎樣 無心情都不會這樣 起碼你已經習慣了手勢 你絕對 沒可能這樣 因為師傅教了 對了 OK 都吃飽了 還有 9.99 三樣東西 比你去吃那個漢堡包 好啊 是不是 其實有其他的菜是不錯的 不過我不想叫 今天 因為剛剛起床 他的炒麵都不錯 今天就試了這些 我給五分左右 材料很多 你看一下 材料 但是 炒不到木器 炒不到味道出來 沒用 沒有用 是嗎 我已經吃完了 午餐了 平日就是 媽媽婆婆 希望大家 喜歡今天介紹這個食物 想祝大家 健康買書 如果可以的話 訂閱 還有留言 給個讚 好嗎 下次見 拜拜 吃完 吃完 家裏又說 要出去買些東西 我跟著去 一起去 順便拍些影片給大家看 不要轉台 我看完先 好不好 吃完了 給錢買單 難道吃八王 三樣東西 一共三十五元 包了稅 但未計小費 是不是 就是這樣 現在加拿大 我這個城市疫情之後 一定是這樣的價錢 已經算是 十內的價錢 吃完東西 出來 這裡有一間麵包店 有看一下 有什麼美麗的 深水麵包 這間開了幾十年 但是 三十年前很好 那些廚師 做麵包師傅 都是那個 我以前學過的 George班 學院 最有名的地方 所以蛋糕很好吃 我都不時都會訂來吃 但是呢 最近好像轉了手 試過一次麻麻 你看看 那些人多無功得深 果然都不關掉 那些蓋子 大部分的東西都買完了 這裏有糯米池 大瑞士麵 不知道哪一隻喜歡吃 有巧克力 有原味 有香菇 有香菇 這裏買香菇 你試一下吧 這裏有大合桃酥 挺漂亮的 好像外賣 不過已經買了一個瑞士卷 這個椰子酥 有多大份 哇 真是你說怎麼搞肥 大佬 剛剛呢 就在那間麵包店 那裏買了一個瑞士卷 試一下 它有雜果 還有那個草莓 但我嫌它那個雜果 不是很多 那草莓 就出了水 沒位了 那就買了一個原味 是吧 那我好久好久 一年多都沒來幫襯過它 因為上次試過 就買了一些東西 OK 不是那麼好 沒有回到幾十年前的時候 那麼好的 換了老闆 但今天看它那個瑞士卷 的樣子又OK 那我就買了 回家試一下 你看看 天氣多漂亮 藍天白雲 是吧 在加拿大冬天 不是經常都灰天黑地的 沒什麼雪 但是呢 很冷很冷 因為有風 現在我們去第二個地方買東西 那不要轉台 如果你有時間看下去 這個呢 就是 伊士沙奇的黃金廣場 是鬼佬魔來的 但是呢 全部租了給那些華人 所以呢 你可以叫他 是唐人魔 但是老闆不是唐人 這個黃金廣場呢 它也挺大的 有兩三個小的地方 混在一起的 幾十年前 剛剛來的時候 就是外國人的魔鬼 就是 所被殺很多香港人租了 這裡就是其中之一個地方 有超市 有很多間的餐廳 不同類型的餐廳 又有銀行 就是在這裡了 這個只是其中之一個 角落 只是給大家看看而已 我現在離開車那裡 看看是不是天氣多漂亮 藍天白雲 很漂亮的 加拿大 冬天你不用怕 不是每天都是灰天暗地的 反而在英國呢 我以前小時候去過兩次 整天感覺是有點暗的 冬天的時候 現在呢 來了一間這裡的華人超市 看看什麼買 我通常都是來買那些零食 知而且類的 蛋糕麵包那些呢 就是去那些外國人超市買 或者是那些歐洲餅店 麵包店 那這一間呢 就是很多 韓國 不是 很多越南的東西 還有菲律賓的東西 好像這些 好像很越南的東西 有些越南甜品很好吃的 這些是不是好像以前那些 香港那些 病肝仔 這一個就是這間的 升級市場的 開了幾十年的了 這裏呢 就買那些散裝的 綠豆啊 黃豆啊 紅豆啊 蓮子啊 二米啊 微豆啊 知而且類 那時候 暑假都會買那些 綠豆啊 煲綠豆 粥 綠豆湯 好喝咯 紅豆 常常都會自己煲的 二米 又很好喝的 經過這裏買豆漿的呢 那想著呢 就買些豆漿喝咯 以前家裡 就自己常常煮豆漿的 但是現在呢 就煩了 出來買那些咯 偶然喝一下咯 這裏呢 就是買豆腐製品的 有些肉脂 豆腐啊 那如果你喜歡吃的話呢 就在這裏買咯 回去自己煮吧 有很多豆干 有豆 豆泡 新鮮豆腐 看你要買什麼了 牌子不一樣 這裏呢 這裏呢 就是麵筋 麵筋可以用來煮齋的 甜酸齋 或者咖哩齋 就是麵筋 那裏呢 這裏呢 就是買凍的地方了 都很多人的 今天 雖然不是星期六日 看不見到 這裏呢 是買凍的地方了 都很多人的 今天 雖然不是星期六日 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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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裏呢 這裏呢 就是這裏呢 這裏呢 就是買凍的地方 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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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二十幾三十幾 三十幾四十年了 好像以前 換過一次老闆之後呢 就沒有換過到現在 因為呢 生意很好 買了一些芽菜仔 煲湯回去 大豆芽菜煲湯都ok的 還有炒些肉片都很好 跟著就買了一些芋西咯 這個部門呢 就是買那些 雪菜啊 榨菜啊 那些部門呢 有時候我都會買的 因為呢 做些雪菜肉絲麵啊 榨菜肉絲麵啊 什麼時候 它有一隻筍絲呢 ok 那當然呢 盡量就不要吃那麼多罐頭 尤其是醃的東西 那偶然吃一次就ok了 好多好多 這個蘇卡士就 開了幾十年了 剛剛呢 剛剛呢 就在那個唐人的Soul Club市場出來了 那現在呢 就要入油 因為發覺這些油不是很多 那在冬天呢 大家千萬不要等到最後 沒有油才入 到時候 你突然在那個 就是 在大雪 中庭都在這裡 你就慘了 所以一定要 冬天一定要保持 油光要滿 因為現在 烏克蘭打仗呢 所有都搞得大升 現在今天升到1.6 一加倫 哈哈 如果再打下去的話呢 分分鐘升到2元都不出奇 今次打仗呢 就是油箱啊 大財團啊 那些武器 軍火商 又是大發達啦 人民就慘了 我們呢 已經加了油的了 現在呢 就去一個Sopping Center那裡 這個Sopping Center呢 就跟我以前介紹 大家看那個Square One的Sopping Mall 就小很多了 人呢 就比較少很多了 客人 這個Sopping Mall 已經建立了差不多二十幾年了 剛剛建立的時候呢 就很少人留情都不得了的 幸好呢 過去這十幾年呢 開了很多這些Condominion 現在看到這些叫住宅大廈 人流呢 就多了 那附近呢 這裡呢 還會繼續不斷地加多很多洞的大廈 那這個Sopping Mall 就會比較 更加熱鬧些 這個Mall呢 嚴格來說呢 是叫做小的Sopping Center 中小型 去完超市呢 我們現在呢 就來這個Mall那裡了 就啊 買點東西 所以說呢 有人呢 就有消費能力了 自從開了很多那些大廈之後呢 人流旺了 接著呢 它那個Sopping Mall呢 就加大擴建了 這個部分呢 是三四年前剛剛擴建的 去年才開的 那有一家美國的大公司呢 叫Marshall呢 就在那裡開了 但是可惜呢 它裡面始終小 就不夠美國那些 這麼熱鬧這麼好 那些貨 因為它小 所以貨呢 就 不是這麼多 比較 怎麼說呢 選擇不是太多 而且呢 它那個 給我感覺 個人感覺呢 不中 不下 這樣 就是 又不是高級 又不是中等 又不是下等的價錢 就是 很難說 但有時候它也有些 東西挺好的 那你看你自己 有時候去逛街經過 那你就去看一下 好似我告訴你 這個Mor 就很安靜很安靜 跟那個Square One 就不能比了 幸好它就開了很多 那些新的 那些Condominium大廈 現在不就是 艱苦經營 不過在外國 這些Shopping Center 都是大財團 建築的 所以 財紅世代 就沒什麼所謂 但是裡面的生意 就很慘了 如果你沒有把握 那些貨物不是好的話 就 不要練功 投資開店 那大家看看這個 這個Shopping Wall 在平時 就是五六日的比較忙之外 平時就很安靜 是不是很安靜很安靜 有很多人會覺得奇怪 都是等這些比較清閑的人 少一點的時候 來 就是一到四左右 到了五六日 就有人比較多 但是呢 就多也沒有那個Square One 那麼厲害 所以呢 都OK的 如果你來不了 就是星期五六日 是不是很安靜很安靜 有很多人呢 就會覺得奇怪 既然這麼安靜 為什麼會開這麼 算是大間的Shopping Mall 因為呢 在加拿大呢 這些等於是一種社區的Mall 專門給那些住在這裡 開車十兩分鐘到三十分鐘的 人 市民去 其實是挺好的 你不用逼那些大的商場 都是一種便民的方法來的 可以說是一種好的Living Standard 就是好的生活條件之一 就是你不用說要 哇 駕駛到整個小時的車 或者四十幾分鐘去一個Shopping 那在你家自己十幾分 到三十分鐘之內 你就有一個Shopping Center 那好像在這個 中小型的Shopping Center 很容易找到地方坐在那裡 喝個杯茶 吃過那些甜品 不像上次去那個Square One 走運三個大的Food Court 和那幾間的茶座 全部包了棚 這裡你就可以 悠悠閒閒的 你看沒什麼人 陰公 平時也有很多生意下的 但是呢 都是坐滿的 很舒舒服 在裡面吃個下午茶都可以 是不是 老實說 我到現在來了幾十年了 我都不習慣呢 一個Shopping Center 是這麼少人 這麼安靜的 我都始終是 比較喜歡 多些人流的 宿級 就是那個 Shopping Mall 那當然 這個有這個好 就很舒服 你來逛街買東西 一點都不會有人阻礙你 或者需要大排隊 你去買單 你可以慢慢選擇你的貨 貨物 就是很舒服 總是說 好的生活水準 如果你是這樣想的 但是我 以前也是做生意人 也是香港人 所以一切都是以賺錢 來判斷的 就是覺得 嘩 很多公店 生意很不夠 那怎麼辦 就是想法不一樣 當然 他們都是 做生意 都是為了生意 是不是 但是他們都有 就是 比你在加拿大生活 很舒服 這裏就關掉了 這裏就關掉了 你不夠人口 是不行的 這一個就是 那個Shopping Mall 的大堂那裏 這個名字 就是我們的 全市長 Hazel的名字 這兩個月 這個Mall 專門為他 慶祝 超過一百歲的 慶祝活動 那些市民可以來這裏 拍照啊 諸如此類 帶大家來看一個 很特別的 展覽會 就是在我的城市 Missasaka 那就是為了 慶祝我們 前任的市長 即是做到九十幾歲的 Hazel 她的 生日 好似一百歲的 今年 那Hazel 就住在 Strickfield 很近 我們家裏那裏的 她在Missasaka 做了幾十年的市長 從來都是高票當選的 沒有人會和她 即是 有人出來參選 都是不會贏的 大家都知道 那為什麽 這個城市 有人這麽支持她呢 因為她做得實際 真的很好 在她那個 當政之下 我們的治安也好 房地稅也便宜 這個城市 不斷地翻新 越來越繁榮 而Missasaka 這個城市 越來越發展得快 不斷地不斷地 不僅是人口 越來越多 而且 那個 工業 商業 很多先重的公司 都搬來Missasaka 可以說是一個 很生活安定的城市 很好的 那我記得有一次看電視新聞 那個記者訪問她說 你大選的時候 市政府的時候 選舉你做什麽的 他說我從來都不出來 拉票選票的 那那個記者說 那你怎麽樣 說服那些人民 他說我不用說服的 我每天都在做的事 就等於我拿票 他說幾好 他說我就是為市民服務 市民知道的 我們的市長 都來過香港的家 大約是六七年前 他又跟我們的華人 海外華人的關係 好好好好的 那希望大家 喜歡這個視頻 那拍一拍我們的老市長給你看 他現在退休了 但還是一樣 那麼受人歡迎 這就是他年輕時候 穿過的衣服 他經常都很喜歡 穿中國式的衣服 尤其是過年過節 畫人的節目 好 多謝收睇 希望你喜歡這個節目 有些些不同的視頻 是不是很值得看的 好 我走了很久很久 買了一點點東西 有點累 那就想想去 剛才經過那間茶座 喝杯咖啡 但因為吃午餐都比較飽 實在吃不到食材 那麼進去別人 這麼小的茶座 坐在那裡買一杯咖啡 喝 不是那麼好 我患得妨礙了別人 突然就嚇到別人 那我又要養胃 還有呢 他的咖啡不太過一杯 無謂呢 因為他都希望你 就是吃他的那個 Crabes 就是那個 鮮雞蛋餅 加點水果 但是我真的吃不下去 那麼無所謂呢 那麼我在這裡坐一坐 跟著呢 我或者去Food Club 買東西喝那些 芒果冰 剛剛呢 我家裡這隻仔說呢 很餓 想吃那個 食材 他又不想吃 那些 那些 菜 他說不如叫Pizza 那就好了 好了 因為人多呢 這樣叫一個Pizza 是不夠吃的 所以呢 就要叫多一點 三個Pizza